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主题 史上最牛搬家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 订阅 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这是中国最大的单体建筑平移工程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长距离大半径的建筑迁移 重达3万吨的厦门后西长途汽车客运站 实现90度 最大移动半径达288米的短途旅行 从9点到12点方向 历时38天 移动288米 3万吨的长途客运站主站房 以平均每天7.5米的速度完成搬家 由中建集团负责的后西长途汽车客运站平移工程 创载了全球平移面积最大 贺载最重 距离最远的单体建筑 弧形旋转平移世界纪录 快速 安全 顺畅 令人惊讶的是 平移工程过程中 布满大面积玻璃木墙的汽车站一片玻璃都没碎 整体结构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这波行云流水令人叹为观止的操作 堪称最牛搬家 厦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 几年前 为打通福建东南一小时经济圈 贯穿福建沿海武士的福夏高铁被提上日程 然而在高铁规划路径上 工程师们突然发现了 厦门后西长途汽车客运站 正好挡住了福夏高铁南下的去路 为了保证福夏高铁的顺利建设 厦门后西长途汽车站 要么拆 要么必须旋转90度弧线平移到新方位 这是避免拆迁的最佳选择 面对这两种方案 中建一局建设团队成员们头脑风暴 最终决定为这座长途客运站搬个家 中建人便废为保 建行绿色施工的观念刻入骨髓 搬家比拆除重建主站房节约工期一年 可有效避免因拆建产生的建筑垃圾和建筑浪费 并可大幅降沉 降噪 实现生态环境友好 主站房平移后 还将继续新建地下室 发车平台 室外景观和道路等工程 建成后 将全面提升厦门后夕 长途汽车站的服务能力 平移技术并非首创 早在2006年11月11日至12月3日 厦门岑江市检察院 移动六层高 重5000吨的大楼 整体向西北方向移动61米 并旋转45度 创下多项记录 从宁夏吴中宾馆整体平移工程 到上海音乐厅鼎声平移工程 再到上海玉佛寺大雄宝店平移工程 每一次建筑物搬运工程 无不彰显着我国的工程实力 但相比后期长途汽车站平移工程 这些平移工程的各项指标 可谓小屋见大屋 一般来说 平移是将建筑从一层与地基切割 用牵引设备将其移动到固定的新基础上 开始平移 然而 这个传统的平移方式 对后期客运站来说并不现实 客运站作为全球平移面积最大 和在最重距离最远的单体建筑 弧形旋转平移工程 在全球尚无成功的先例 这个世界级难题 让建设者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个重要的难点就是 平移过程中的精度控制 这么复杂的建筑构造 一旦出现受力不均 或顶推力超出建筑承受范围 都极有可能造成建筑损毁 必须要经过严谨科学的测算 选取最佳方案 建设者们大胆创新迎难而上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 尽管没有成功先例 但理论上却有着更高成功概率的 交替步履式顶推平移方式 中建一局平移工程项目执行经理 余三利说 交替步履式顶推平移技术 与传统的牵拉顶推技术相比 更能确保平移的稳定性 建设者们给车站的 129个平移受力点 按上了532个步履走行器 使用建筑信息化模型整合平台 对走行器模型与结构模型 在计算机中进行仿真模拟 对走行器受力情况 高层和精确位移调整机制 进行数字化模拟推演和计算 仅这一项 就节约了金属材料18.71吨 其原理就是通过在建筑物底部安装步履走行器 使建筑物避免了轨道卡制 不均匀沉降等问题 进而不受角度限制 自行调整方向 实现多角度精准交替向前行走 中建集团的工程师陈帆宏介绍说 交替步履式顶推平移技术 让建筑就像长出了脚一样 沿着轨道一步步走到兴止 这个重达三万吨的庞然大物的平移过程 曾被拍成了视频发在了网上 从视频中看整个平移过程流畅稳定 被网友们惊叹为建筑界的乾坤大挪移 但是工程师表示 看上去如此轻松自如 是因为目前网上流传的平移视频 经过了加速处理 实际上整个平移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才能平移12.8米 平均一天也就能移动10米左右 平移主要依靠小编前面提到的 建筑下面安装的步履走行器顶推设备 500多个可以横向平移一个活塞长度的千斤顶 分成AB两大组 轮换者将建筑物托起 架在铺设好的轨道上移动 两组轮换者推进 每一组能推13厘米左右 然后换另一组 推移时间大概需要15分钟 这样算下来 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推4次 一天24小时不停工 也只能推10米多点 有不少网友在观看了视频后提出疑问 一般在建设大楼的时候都要打地基 这样平移过去地基还有没有呢 工程师介绍 车站一共有5层 地上3层 地下2层 这次平移是5层一起平移 我们先在目标位置打好了地基 然后从车站的地下2层进行切割 平移过来后和新的地基进行连接 我们在连接时 把误差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 平移项目利用互联网加远程移动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平移过程中 结构的变形 位移和裂缝情况 分析工程风险程度 确保项目人员可在第一时间内 收到系统发布的监测预警信息 掌握建筑结构的安全状况 为下一阶段的施工规划提供智能保障 平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离轨道 倾斜失重的情况 项目工程师说 项目部在支柱下设置了托盘梁 可将平移内力均匀地传导至轨道 确保主站房平移旋转时的稳定 为避免发生建筑物重心偏移的情况 项目部采用线位纠片装置 相当于火车卡轨器 通过实时纠片 保证建筑物沿既定轨道行走 实现主站房平移时的精准就位 工程师们预先设置了603个传感器 就像603只眼睛 注视着每一个行走器的行走信息 实时反馈 PLC移动电脑控制技术 则提供步履走行器的中枢神经 可自动将滑行的精准度 控制在两毫米以内 随时精确调整主站房的行走方向 保证平移时建筑物各部分的一致和同步实现自主滑行 从而让它既能跑得快又能不摔跤 最终提前两天完成旋转平移 厦门后夕长途汽车客运站 完成了自己说走就走的搬家之旅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长距离大半径的建筑迁移 在前人未曾到达的陌生领域 面对技术难度与风险的考验 中建集团的建设者们以降星至初心 以奋斗担使命 用最可靠的双手交注着中国新形象 从于公一山的神话故事 到如今建筑物的整体迁移 中国建造以科技创新引领行业变革发展 描绘着时代之潮 发展之潮 追梦之潮 中国建设者以最可靠的双手交注中国新形象 以最沉稳的画笔勾勒大地新面貌 未来经过这里的长途车和高铁 将共同见证由中国建设者们创造的神奇时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中国不可思议的基建工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